大家好,今次的影片我们就会学到在国际象棋里面一个非常之特别的规则 那就是黄居翼位 黄居翼位是什么意思呢? 那就是黄和居可以在同一步当中都调动到他们的位置 那黄居翼位又分为短翼位和长翼位 那我们现在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短翼位呢 那在棋盘当中如果我们想进行短翼位的话 那我们首先要移动E1的黄和H1的居 那我们可以将E1的黄移动到G1的位置 然后将H1的居就调动到F1的位置 那在这个情况我们就可以完成了一次的短翼位了 那长翼位又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就可以将E1的黄向左移动两格去到C1的位置 那同样呢 A1的居也是跳到黄的旁边去到D1的位置 那这个就称为长翼位了 那长翼位和短翼位究竟有什么分别呢? 如果我们进行短翼位的话呢? 那就是能够易于去防守 但是进攻就会比较缓慢 那相反呢?如果我们采用的是长翼位的话呢? 那就是更加容易去发展自己的棋 但是同时防守就会相对难一点点 那你可以按照实际的情况 判断究竟是进行长翼位 还是短翼位的? 那去到这里呢 我们可能都会想到一个问题 那我们去行黄居翼位究竟有什么好处呢? 原来好处是有两个的 第一,我们可以将黄移去更加安全的位置 也都只是棋盘的角落头 第二,我们可以将居去到比较中心的位置 那也是有利于其的发展 那我们可以了解一下究竟 在有做黄居翼位和没有做黄居翼位 那只居究竟是出动方面有什么分别的? 那我们可以先示范一下如果没有做黄居翼位的情况 在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如果一只居是没有做黄居翼位 他要出动的话 首先要先走到他面前的兵 那当他走完面前的兵 那他出去到H3的位置 那下一步他才可以去试图去吃到对方的棋 但是在这里来说 都会留意到 如果去到G3这个位置 他可以吃到的棋只有G7这个兵 但是都留意到G7的兵 其实是被一只像保护的 那去到其他的兵位又有什么情况呢? 如果他的居就选择去到C3的位置 他可以吃到的棋就是C7的兵 但是同样C7的兵也是被保护的 那去其他的兵又怎么样呢? 那比如去B3这个位置 我们直居吃到的位置只有B7的兵 但是同样被黑方的像是在保护的 所以原来直居没有做黄居翼位 他出动的效能其实就不是很大的 那也没有什么作用 那相反 如果我们是用黄居翼位之后 居的位置会去到哪个位呢? 那我们可以先了解一下 好,当我们进行黄居翼位之后 居去到中间 虽然他也不是直接去到棋盘的 比较前一点的位置 但是他作为一个后援 他能够支持到自己的兵和自己的后 相对来说是比较有实用的价值 那我们可以特别留意这一点 那就是黄居翼位之后 居的发展比较有利 那黄亦都比较安全 刚刚就了解了黄居翼位的好处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了解一下 如果黄居翼位要进行到 要符合什么条件 那我们会先来了解五个条件 那第一个条件呢 就是黄和居之间 双隔不可以有棋子 一定要先清空 那才能够进行黄居翼位 就像棋盘所显示那样 那第二个要符合的条件呢 就是黄它最终黄居翼位之后 那个位置呢 必须要安全 那我们简单看看实际的情况是怎样 那我们简单看看实际的情况是怎样 好,假设呢 现在我们先看白方的短翼位 现在白方如果想短翼位呢 黄最终的位置就会去到G1 但是在棋盘上显示 G1这个位置呢 正正是被黑方的皇后控制 所以是不安全的 所以白方就不能够进行短翼位 但是它可以进行黄居翼位当中的长翼位 因为白方如果进行长翼位的话 最终黄会去到C1的位置 那C1这个位置呢 现在是没有被任何黑方的棋子去攻击 所以是安全 亦都可以进行黄居翼位的 好,那我们现在来了解一下 黄居翼位的第二个需要符合的条件是什么 那就是黄的起始的位置和最终的位置中间跨过的位置 必须要安全才行的 那现在譬如举一个例子 在现在这个情况 黄在短翼位的话 要跨过的格就是F1这个格 但是在棋盘上也显示到了 在F1这个格 正正是被黑色的皇后控制住 所以是不安全的 这个格 所以 白方同样都不能够进行短翼位 白方就能够进行长翼位 因为白方要做长翼位的话 白方的黄必须要跨过D1这个格 但是D1这个格 现在是没有被任何黑棋去攻击 所以是安全 亦都可以做黄居翼位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黄居翼位 第四个要符合的条件是什么 第四个条件呢 就是黄或者居 是不能够曾经移动过的 举个例子 现在如果白色的居 H1去到G1 现在在这个情况 白方再不能够进行短翼位 因为白方在H1的居 曾经移动过 但它依然能够进行长翼位 因为在白方A1的居 它也没有移动过 而黄由头到尾都没有移动过 所以它们两个就可以移动了 在另一种情况 如果白方的黄曾经移动过 很可惜 无论是短翼位 或者长翼位 都没有办法再做 因为它曾经移动过 现在可以试一个挑战题 假如白方的黄 去了D1之后 之后又回到E1的起始位置 那它现在能不能够进行黄居翼位呢? 答案就是不能够 所以我们要谨慎 当移动黄或者居的时候 因为我们移动过之后 其实我们就丧失了黄居翼位的机会 我们现在一起看一下 是黄居翼位第五个 需要符合的情况 第五个情况就是 当白方的黄被人将军的时候 是不能够黄居翼位的 举个例子 现在黑方的黄后 正正就是将滚白方的黄的军 白方就不能利用黄居翼位去逃走 无论是长翼位或者短翼位 都不能够 它自己能够移一步 去到安全的位置 例如去到F1 或者去到D1这个位置 所以我们特别需要留意 被人将军的时候 是不能够去黄居翼位的 好 我们现在了解了五个黄居翼位 需要符合的条件 我们也可以简单翻误一下 今次影片的内容 第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 黄居翼位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在同一步当中 同时调动黄和居 黄居翼位也有长翼位 和短翼位之分 黄居翼位的好处是什么呢? 就是能够确保黄走到一个安全的位置 也就是比较角落的位置 居也可以去到中心的位置 是比较有利于发展 黄居翼位需要符合的五个条件 是什么呢? 第一个 黄和居之间 必须不能够有任何旗子 在中间阻碍着 第二个条件 黄居翼位完之后 黄去最终的位置 必须是安全的 不能够被对方的棋攻击 第三个条件 黄居翼位的过程当中 黄跨过的格 必须要是安全的 第四个条件 就是当黄或居曾经移动过 他就不能够再进行黄居翼位 第五个条件 就是当黄被任何对方的棋 将军的时候 都不能够利用黄居翼位去逃走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 黄居翼位 其实越早走 其实对我们越有利 所以我们也可以在实践中 用出来 今次的影片就说到这里 下一次我们就会了解到 两个特别的规则 包括冰星辨 和吃过露冰 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拜拜